劝修进度诗 诸位大德彼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第六诗五首 愚夫造恶 自贪嗔 肯信从来果于阴 直到现身无后事 可知今日有名成 心仪宅舍幽弥相 才患衣裳布施人 生死关头真痛切 欠君念佛莫持平 这首是愚夫常常念佛 这个愚夫就是愚痴之人 或者愚昧之人 这里主要是对于因果 轮回不相信的人 那不相信三世因果 也不认为有六道轮回 他只将相信有现实 死了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整个生命的指向 就是要在世间获得物资上 五欲的一切 由此他就会造作 足多的罪业 这罪业主要是指十恶业 在造罪业的过程当中 不以为耻繁衣为荣 认为自己很有能耐 有能力就放置自己的贪心 和秤惠之心 这个贪心就是对财师 民事税猛利的占有欲 秤惠心就是一旦有谁挡住他 他对于这些补欲占取的道路 他就生诚恨之心 要报复人家 这一句是说尽了世间众生相 肯信从来果于因 这个肯就是反问 起信他岂能相信 从就是过去和未来 都贯穿着因果的法则 你不管相信不相信因果 因果不会由于你不相信而不存在 它是丝毫不爽的 所以经典当中 常常有一个很通俗的记者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是 你要知道你以前 前世造了什么样的因 你今生所接受的这个果 就能够由果推因 今生穷愁潦倒 饥寒交迫 说明你前世的业因 恶因比较多 龙华护贵 说明善因比较多 那要知道 哪一世 你是什么样的命运 就看你今生在做什么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得恶果 那这个因果的法则 决定不许 因果通三世 错综复杂 但因果的法则 是不能改移的 但这些渔夫啊 渔痴之人 只是常常说 我只有现身现世 今生今世啊 哪有来世啊 来世看不见摸不着啊 渺茫啊 所以大部分渔夫 都是奉行断灭见了 人死得灭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当你说现身无来世的时候 你可知道 从你的日常生活去推论 有今日 是不是还有明日呢 那有炎热的夏天 是不是就有 自然有寒冷的冬天呢 有今年这一年 还有明年呢 扩大一点推断 那有今世 有今生 是不是也有来世呢 或者有人说 我活在今日 会活到明天去 明天还是可以见得到的 那人死之后的来世 有哪个人能见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见不到 不说明所有的人见不到 有天眼通的人 有天眼通的人能见得到啊 你又没有天眼 又不相信佛 所说的话语 那佛是有天眼的人啊 五眼圆明呢 是佛说的 也是古往今来的一些证据 可以证明的 好 那他进一步又反问了 天眼既能能见后世 那这个后世 是什么象庄呢 这个轮回的象庄啊 佛告诉我们 就好像人从一间房室出来 又进入另外一个房室 所以你在这个世间死亡了 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道又出生了 就等于你从这个房子 迁移到另外一个房子住 这房子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房室 我们的主人翁神石 住在身体里面 神石一离开这个 这个捏爆身 这就叫死亡 叫暖气没有了 呼吸没有了 这个死暖气 它是 这就是连带在一起 才是一个生命体 最主要的是神石 神石一离开 没有呼吸 没有暖气 全身冰凉 那这个屋舍 这个房舍就是一个物质现象 是的 那从这个身体 转到另外一个身体里面去 那就谈六道了 如果你还能够持五戒 奉行五常 下辈子的人生 你还是人的物质 如果你放纵自己的贪嗔痴 造作恶与啊 那下辈子可能变成畜生的房子了 变成猪啊 狗啊 牛啊 马啊 驴啊 变成这个物质了 甚至直接你 恶业中就下阿比地狱了 那这桩事情 有天眼通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凡夫 知属于不了解这个生命轮转的现象 是由于我们鼠目存光啊 智慧短浅啊 一切都是颠倒的 这就心仪宅舍幽迷象 你就在世间 你搬个家 从城东搬到 买了一套房子 搬到城西了 你一般家 你东南西白都搞不清楚了 有个你看得很熟的人 常常穿一件很熟悉的衣服 忽然他换了一套衣服了 一下子你都 一迷糊都不认识他了 在世间仅仅是搬个家 换一套从那没穿过的衣服 你都会迷惑 更何况你在六道轮回当中 你从人皮带 人也是一个皮带嘛 或者你变成了马皮带 牛皮带 这就是换了一件衣服穿了 换了一件衣服穿 为什么家庭眷属 父母妻子子女 你一轮回相见不相识 由于你换了皮肤了 换了衣裳 所以六道轮回 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容易被迷惑 更何况我们中阴身离开身体之后 会飘荡 飘荡慢慢地会进入深度死亡 深度死亡就有一个迷魂汤 民间说的那个梦婆汤 你一喝就把前世的记忆都忘了 轮回路线 更何况这些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造作 最业的人 生死关头 就是纳约三十到来 灵命忠实 弥留之际 那是非常痛切 这痛切是什么呢 就是他平时天不怕地不怕 认为没有因果 结果灵命忠实 地狱向现前了 这不是由于你不相信 它不出现的呢 这个刀山剑术 货汤 使尿 寒冰地狱 这些火轮火狗火车 一旦现前 他就很痛苦 很痛苦 很急迫 很害怕 求救 这是常常在世间法 和一般的方法 这叫悔之晚意 但是 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就在 这个造作 罪孽 的众生 即将要掉到 地狱里面去的时候 如果 有善知识 蒙善知识 开导 劝他 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名号 十身 都能得到 拯救 这就是最后句 劝君念佛 莫持平 这个平呢 不是平凡的意思 是机切 在这个地狱向前的时候 你念佛 你要 机切地念 以突围的心去念 全生命地去念 这不能 泛泛悠悠了 这个 唐代的 张善和 就是这个例子 那他也说 一个渔夫了 一辈子就是 杀牛 为职业 那一辈子 杀了很多牛了 临命中时 就看到 被杀的这些牛 说人的话 也要索命 他一看这个情景 这就地狱向前了 生大恐怖 就叫他的妻子 赶紧请一个 僧人 叫师父 为我忏悔 这时候他还有 有这么一点善根 马上一个 比丘师父来了 就告诉他 观经说 有观无量寿佛经说 临终地狱 而向现前者 当自心念佛 既得往生 跟他开导 这个观经 下品下神的法语 张善和 很相信 他就说 地狱向已经来了 很急啊 来不及取香炉 他要念佛 他一般要燃香 他说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左手拿着火 右手捏着香 来不及点了 面向西方 机器的 专一的 能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还没有念到时生 自念自语地说 佛 佛 迎我 你看这就是 地狱向现前 置为紧急关头 魂香都来不及 双手捉香炉的样子 那这时候 他念佛 就是全生命的念 没有 除念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了 那这个 十念 是超过 平时 泛泛悠悠 百千万亿念了 那决定往生了 那是 真实不需要 不像我们在这里念念佛 还在打妄想 家里又怎么样啊 这个股票又怎么样 所以这个 对于于佛 灵命忠实 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千军一发 紧急关头 这时候要让他 只是念佛 忏悔念佛 不要管其他的 也不要管 什么遗鬼 你赶紧 投向阿弥陀佛的 光明 慈悲 救助的力量 阿瑟斯王子 义父如是 我们看关经 关经的发起意愿 就是阿瑟斯 王 他也是一个 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的人 只相信有现世 不见未来的人 结交提婆达都恶友 贪作世间的五欲 他的父王 是一个善人 他把父亲 他把父亲都给囚禁了 只要被饿死了 他的母亲 委提西夫人 为了救他的丈夫 带点饮食进去 阿瑟斯王子 竟然要杀母亲了 是这么一个 杀父杀母的恶人 由于杀了父亲之后 他慢慢地也 也开始悔悟了 悔悟 后悔了 后悔呢 他就 这个心 心身毁热 他显现在身体上 全身身肠 这个肠是非常臭秽 一切的医生 没有办法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 这时候他知道自己 浑身身肠 是由于造作恶业 要下地狱的情形 身 惭愧心 忏悔心 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是一位大医啊 奇婆 就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劝他 去见佛 忏悔 阿瑟斯王子 很自卑 我造作这么的恶业 佛会理我吗 我 不会 接待我的 我就等着下地狱吧 他不敢去 那么 他的父王 听不说 罗王 实际上是在 被囚禁的监狱里面 虽然是饿死了 因为七重门未把关 不让送任何饮食进去 但是 佛加持他 得到三国的圣位 所以 平坡 苏罗王升到了 五不环天 五不环天 就有神通了 就在他的儿子 这么灵命中 是最痛切的时候 显现在空中 发作声音 劝他 听齐婆的话 去见佛 忏悔 那这个 阿瑟斯王 就更害怕了 听的是父亲的声音 他的那个 身上的舱 就发得更 更厉害 他就更认为 佛不会理睬他 你看佛是多么的慈悲 二六十宗 关注着众生 佛就知道 阿瑟斯王的情形 就约爱三昧 放大光明 照在阿瑟斯王子的身体上 身体的舱 马上就痊愈 痊愈 他就 他就很奇怪 不是要到 结坏的时候 才有清凉的光 出来吗 这光从哪来 那齐婆告诉他 这是佛的 慈悲的光明 加持 那他就很 佛这时候 还会关心我吗 我这个罪人吗 齐婆告诉他 佛对一切众生 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 尤其对有病苦的子女 更偏心地爱护 他就开始 就有见佛的心了 见佛忏悔的心 但是他还要说 我选一个凉成吉日 还要选日子 好日子去 齐婆就告诉他 不需要选日子 就好像一个干渴的人 赶紧要奔赴清泉 一个生病的人 赶紧要求良衣 一个酷热的人 赶紧去求清凉的树荫 你现在这种情况 要像这一样去求佛 不需要等 不需要选日子 当下就去 阿世事王就命令 准备车秤 就当下 寻路而去 就在他去的时候 博正在法会上 跟其他的人讲经说法 就也知道这个情况 说阿世事王 诺不随顺 其婆余者 来约七日 逼定命中 堕阿比地狱 由于善知识的劝讨 让他改变了这个结局 那阿世事王一来 这个过程很多了 佛为他讲经说法 马上他原来认为 自己决定要下地狱 结果通过这一说法 知道任何的业 都是不决定的 就看你当下这一念心 所以他自身忏悔 当下发阿鲁多罗三秒三 菩提心 就已经升到天上了 不会下地狱了 这就叫无根性 护得无根性 无根性就是没有根 开出不相信佛 不相信佛法 现在闻佛讲经说法 发了菩提心 以得天生 这就是就如伊兰树子 伊兰树是个很臭绘的树 那个树子本来他只能生很臭绘的树 却竟然伊兰树 却竟然伊兰树生 伊兰树生 伊兰树生 生起了一棵很香的树 所以伊兰树代表自己的涅爆的生 伊兰树代表他当下的信心 他当下的心产生了无根性 所以你看 这个在净土法门 阿瑟士王子 他是获得往生的 上品终身的 无调寿经 他也是参与了这个法会的 实在来说 阿瑟士王也是有本垂集的菩萨 佛最后说 其实阿瑟士王子 在皮婆施佛的时候 就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所以这个韦提西夫人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由于阿瑟士王子 逆增上缘 激发了他一念的往生之心 所以对于不信因果 不信能够造成逐多恶业的时候 所以他灵命中 一定是很痛苦的 结局一定是很悲惨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有慈悲心 为他宣说 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六志弘明 如果他就善根 当下结束 机切地念佛 他就能够转地狱境界 为佛的法界 阿弥陀佛的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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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的法界